這令我震驚的是 連大咖網紅都在推銷心靈課程 訂閱數50萬以上 100萬以上的都有 他們經常相約一起出遊 一起吃飯一起拉下線 我能夠明白那種 原本以為對方要跟你交朋友 但目的卻是直銷課程的難過 不過呢 我是這麼想的 在還沒有損失之前 用一件措施來看清一個錯的人 是很值得的 不利大家勇敢斷舍離有毒的人際關係 嗨大家好 我是NananQ 我身邊有不少圈內圈外的朋友 都有被直銷是心靈課程強迫推銷的慘痛經驗 但神奇的是我卻都沒有經歷過 難道我是特殊體質嗎 不過這不是今天的影片重點 所以我就放到最後再分析 今天的重點是 很多網紅都在跟我抱怨 他們都覺得很困擾很反感 可是印象中好像沒有一個人 公開討論過這件事情 我上Google上YouTube 還真的沒有看到一支影片提及真相 我分享的訝異同時也感到很困惑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心靈課程的推銷內幕 以及我對直銷是心靈課程的看法 原本我的迷思是我以為直銷只有圈外人在做 很想要網紅圈一堆創作者在拉下線 他們慣用的手法是透過多數人的場合認識新朋友 聊不到幾句就展開積極邀約 約你到朋友家玩 約你和朋友吃飯 約你和朋友出遊 約你和朋友喝酒 約你和朋友設肥標等等 各種約各種和朋友的約 接著循序漸進的向你推銷課程 大家有發現到一個不對勁的地方嗎? 他們通常都選在同時有朋友在的場合 因為有一些人口條比較差 推銷能力較低 又或者是被推銷者的耳根子比較硬 這時候朋友的助攻就相當的重要 他們無時無刻都在旁邊默默觀察 你被推銷的當下 看到夥伴需要協助的時候 就會馬上跳出來加強推銷的力道 順利的話就是掏錢體驗課程 不順利的話就是講到面紅耳赤對你發怒 等你成功有幸脫離現場後 他們不會放棄 他們也不會因為自己的情傷不佳覺得對你不好意思 只要還能再聯繫上你 有機會遇見你 你永遠都會是他們的目標 除了見面多方夾擊之外 平時遠距離努力也不會少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 我跟一位網紅朋友出遊 那時候我在開車 他突然知道來自另外一位網紅朋友的Line 一開始是一般般的虛寒問暖 問你在幹嘛?去哪裡? 我有親耳聽見我朋友跟他說 我休假我和朋友來新竹玩 但對方卻畫風一轉 開始推銷課程 完全不在意我朋友的休假時間 一直講一直講 不誇張 講了有半個小時左右 後來結束通話 朋友跟我說 他朋友這樣的行為他並不意外 對對方常常這個樣子 但由於是朋友 之後還會有工作上面的接觸 所以沒辦法果斷拒絕把話說死 每次都只能婉轉的回 我再看看 我會考慮 這令我震驚的是 連大咖網紅都在推銷心靈課程 訂閱數50萬以上 100萬以上的都有 而這群大咖網紅都來自各個不同領域 他們經常相約一起出遊 一起吃飯 一起拉下線 市面上不少類似的課程 大家隨便Google心靈課程 就可以看到很多負面新聞 比如高價詐騙 退費糾紛 洗腦邪教等等 但我認為不能以偏概全 並不是每個心靈課程 都會進行如此強硬的推銷 況且我也沒有實際去上過課 所以不能對課程的內容有任何的評論 我就有實際聽到朋友被推銷課程的經驗 以及朋友轉述他實際上課的經驗 因此我要分享的是對於 只是要是心靈課程的看法 課程本身好會是一個很主觀的感受 但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是喜歡被逼迫的 我們常說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今天這個案例已經超出了分享的範圍 而且我朋友碰到的課程推手 通常都是帶有目的性的 並非真的推薦課程本身 另外我發現一件很吊詭的事情是 如果這門課真的是好東西的話 為什麼我沒有任何一個網紅公開分享 我知道上課要錢保密 但那也僅僅只是保密內容 並沒有甚至學生說不能公開分享自己去上過這門課 或者是自己上到第幾階 又或者是在多久就可以畢業之類的版 在社群媒體上分享喜悅 成就與學習成長的過程 是我們現在生活習以為常的事情 為什麼要刻意隱藏呢 就好像案例一剛開始都會刻意隱藏自己的身份一樣 說自己是健康講師 然後邀請你參加講座 好另外一個面向是 即便今天這門課再怎麼優質再怎麼珍貴 只要對方認為自己不需要 你硬要對方接受的話 這也不是分享 我能夠明白那種 原本以為對方要跟你交朋友 但目的卻是只是要課程的難過 還有原本事好有關係 後來卻又會加入課程 造成由於破裂的遺憾 不過呢 我是這麼想的 在還沒有損失之前 用一件措施來看清一個錯的人是很值得的 以未來的時間與心力 可以放在更重要的人事務上面 鼓勵大家勇敢斷舍離有毒的人際關係 最後回應影片一剛開始的提問 為什麼那些直銷網紅都不會對NanaQ下手 我怕還真的有認真幫我探討過 他的結論是 因為你很清醒